说一下这份简历 这个选手看简历 觉得很厉害的样子 自写的不错 对 因为他在20岁的时候 就自己创立了一家公司 然后任董事长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蛮有为的青年 他有一个外号 叫斗鱼一哥 我觉得他对权力 还是有一些诉求的 对 父权真能 就是说这里边 他两次提到在简历里边 对权力欲望比较强 再暴露一下他的信息 他家里有矿 怪不得他在大学期间 就做董事长了 而且他的矿是金矿 金矿也亏本 现在矿不是个好字 对 矿不是个好字 你看什么矿了 金矿怎么不是好事 有金矿也不一定能赚钱 你听到矿 你们多感兴趣了 来 我们就有请出这位 家里有矿的邹一飞 各位老师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邹一飞 我喜欢叫自己 是一名创业者 在我眼底 一个创业者 他未必是一个大老板 他只要以创新精神 加实践能力 不断地创造奉献 哪怕只是做好一点点小事 他就是一个 非常美丽的创业者 我在大学也做过一个 不大的创业项目 共事的很多伙伴都很优秀 那在这个项目里 我真的知道了自己 哪儿确实有待提升 哪儿做得还不错 以及我能用我的 哪怕优点缺点 能为社会做一点什么 毕业之后 我进入了教育领域 全球最大的公司 做在线高三这一方面 这个过程中呢 我感觉很开心 学生们也特别喜欢我 他们给我取外号 叫少侠 郑伟 还有刚才大家提的 斗鱼一哥 那么今天呢 我来应聘的职务是 讲师文化专员销售 或者其他 或者各位写家 认为我适合的职务 谢谢 圆领猫衣 翻出衬衣领子 我对这样的男生 有特别的好感 不敢的 家里有矿啊 当时就是说 我家里是做生意的 但是我爸管我管得 比较严格 从小告诉我说 千万不能当败家子 越是穷困的环境 越能激发一个人的斗志 所以我当时就说 这样的案例 说我家里是做生意的嘛 然后就开玩笑说 家有矿 煤矿就是做生意 对 做生意的 做生意 做什么生意啊 做煤炭生意 小子啊 你耍你大叔是吗 做煤炭不就跟矿有关系吗 后来 后来那个辞了 开始做农业了 做农业了 做什么农业啊 就是 跟煤炭有关系 那个就家庭连产农庄吧 连产农庄 就是那个家庭合作 这么说吧 我就问的直白一点 你们家条件到底怎么样 就是比小康稍微好一点 矿还比小康稍微好一点 对 我爸一直这么教育 我说你不要误以为 家庭条件很好 其实家里条件一般 你看看都是假象 你爸一直在你面前装穷呗 对 都是假象 家里很穷 斗鱼一哥说说吧 就是我直播的时候嘛 就会 因为那个在线教育嘛 我就跟学生就有的时候 我说文科学习啊 很多人说就是背 如果只是背 单纯的背 那么要老师做什么 老师的作用就是告诉大家 哪些适合背 哪些适合你们背 哪些能够简略 哪些不能简略 那如果老师尽到责任 你们是不是能够少背 认同的请刷一波6666666 不认同的可以刷一波1111 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一哥是一 到了什么地步呢 就是他名字带个一嘛 收入有多少嘛 呃他他说是有个年薪15万 但是一个月税后也就五二八千的吧 那你为什么不到家族企业干呢 需要你继承呢 我也不知道 难道你爸爸还有一个孩子 这个这个是肯定没什么啊 今天你来面试的是讲师和文化专员 对 你是想做教育是吗 对 我最开始就局限想做K12教育 后来我想一下 我的志向就在于 我想把我长项发挥出来 然后做一点贡献 你为什么想做教育 我当时做教育一些初心就是 我从小挺皮的 然后我家里管得挺严格的 一度呢也非常的叛逆 然后我就在想我这个劲儿 能不能把他不用在对抗上 能把他发挥出来 那像我一样和像我不一样的学生 能怎么帮助他们 比如说老师经常批评我 但有的观点我不认同 我就和他辩论 和他辩论呢每次他都用他的 他都用暴力机构来压我 就不给我辩论 我当然就想 我如果从事教育行业 我能把哪里做好 就其实现在我都不感觉 我想明白了 还是不断在思考 嗯 太喜欢一飞了 满满的正能量上来以后呢 形象又这么好 那么自信的背后 那一份谦虚 我觉得特别难得 非常喜欢他 来看一下他的背景资料 这个是我在大学期间 我们学校给我批的 一间半办公室 当时呢我就做项目呢 我们老师就关注了 就问我说 愿不愿意担任一个 这方面的校内职务 然后给我批了 一间半的办公室 这个就是我在 之前在我们那个在线教育公司 就是修设斯网校是吗 对 那很不错啊 能音频到这里做老师很好的 然后 这都是学生给我结的 那个眼镜也是批的嘛 然后上课的时候呢 我多数时候还是比较端庄的 有的时候会做比较夸张的动作 你收入什么课呢 内容是 高中历史 历史啊 你历史是教的是直播 还是双诗课堂那种 还是录了课的这种 是这样 他那个录播是由教研的老师 给他录好内容 然后我负责课前课后的直播 就是 课前课后的直播指的是什么 对 就是录播之外加的直播 暖场的 你不是教主课吗 我涉及的知识内容不多 我们的企业文化专员 是给我们这么培训的 说学习 他们负责学 你们负责习 那你不就是一主词吗 也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还包括一些答疑服务 好 你毕业了没有 我刚毕业 我今年六月份毕业了 你要求薪资多少 我要求薪资八千 八千 指的是讲师 还是文化专员 讲师八千 文化专员可以 可以低一些 然后我会用我的努力 再把它慢慢 上面还写了一个销售 销售你也接受 销售也接受 销售的底薪接受多少 销售主要靠提成底薪 不太关注 就那个业内正常的底薪就好了 有地域限制吗 没太多地域限制 最好是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也可以 来 第一轮选择薪资 还有十四盏灯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 准备的资料展示是吧 对 来 去拿来吧 谢谢 然后还有一份道具 我们看一下手里这豆子 它其实不太好看 而且它很硬 如果试着咬一下 咳牙 咳牙 像这样一个豆子 我敢负责任地说 它里面富含着 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 但是我们咬它会很咳牙 会难以吸收 我觉得这就像我们 很多有待成长的学生 一个豆子 它吸收了多少阳光与露 它才长成一颗饱满的豆子 但是它无法 发挥出它的作用来 甚至它会被一些人嫌弃 觉得它丑 觉得它硬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可以把它磨成豆浆 但豆浆呢 它吸收了水的灵性 水的圆滑之后呢 它毕竟是无法作为主食啊 所以西汉的淮南汪迪湾 创造性的 爐水点豆腐把它变成豆腐 一旦这颗豆子变成了豆腐 它就开始逆袭了 这豆腐的做法 具不完全统计有2011种 而豆子几种做法 大家屈指可数 这里要强调一点就是 我呢也不太赞成 把教育一致化 把每个学生都变成一样的人 但是我认为 如果教育能把学生们 从这样一颗豆子 给它更多的可能性 那么可以说是上莫大言 我一直在考虑 这个关键什么 后来我总结 这个叫做点化 这就像我当时我在讲 我们创业公司 其文化里面有一点 说很多学生啊 他不是知识学的不够 我认识很多 复读好几年的人 他成绩一年比一年差 你能说他知识越来越少吗 可见肯定不能 就是他知识越来越散啊 像那个豆里面 它有蛋白质 豆浆也有蛋白质 你如何把这些蛋白质 有效地组成一个 可口软滑 并且易吸收的豆腐 我觉得这个 需要我进一步地思考 然后我也有一些 稍微有一些思考成果了 这就是我豆子的作用 非常好 鼓掌吧 鼓掌 对 对 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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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演讲太精彩了 讲完了以后 我们都读真的是这个 大家自发的鼓掌 从豆腐误道了 去培养人才 人才的多样性 不同的发展方向 然后我觉得 这是一个有非常强的 极强的学习能力 因为我们说 聪明和不聪明 其实关键是在于 有没有悟性 这是一个非常悟性的孩子 你这个思路 是哪儿来的呢 是你某一个瞬间想到的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思路 这个是我思考了很久 然后我家门前有个人做豆腐 我去看他做豆腐的过程 我突然一下就想明白 想明白以后 我跟我的好伙伴们 那个发 当时还不流行微信 发QQ 然后他们就说 哇 这个太好了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就闷头传 传了五天 传出了一个路演 这是其中的一个点 总共有四个四幕 我们四个人演 最终把它排出一个公式来 那个公式就是我们的教育理念 那个可视化 来 我们进入情场执商课堂 领导对你说 对于你提出的小王的那个问题 我已经狠狠地批评过他了 感觉这里我立马就会感到 凉风一窜毛骨悚然 感觉挺害怕的 我觉得可能是我提问题 不合时宜 可能是感觉我太自我了 就不可能是一点好的意思 可能有一些 就是他这个意思就是 让我也收一收 让我也不用再去想小王的问题 让我们可能好好合作 但总体来说 你认为领导在说反话 对 总体说是来点一点我 是警示一下我 让我注意一下自己 实际上这个就是安慰你的 他和你是一样的 是安慰你的 不是说是指责和批评你 我认为是这个前提 但我觉得领导也对他有不满意 因为正常来讲 比方说 如果是我们在座的一个企业家 假如说是很强悍的一个人 领导不需要安抚 我已经狠狠地批评过他了 就不需要的 我觉得这背后有一种指责 就是你太玻璃心 情绪化 好的 来 第二轮选择 去火流 还有十三盏灯 这是目前几个月以来最好的成绩 不敢打 好 来 刘文群 一飞聚焦摄影 为你提供的是销售岗 希望你能选择我们 好 谢谢你 然后薪资是五千五加 一飞 那个斯凯乐给你的岗位 就是做文化专员 然后就传播斯凯乐的文化 以及户外的文化 底薪是八千 好 一飞 我们给你的职位呢 是随风奔跑蓝球俱乐部的 课程顾问 我今天招聘你的岗位 是课程销售 那我们的底薪是四千 加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的提成 顾方红堂的岗位 是青岛的当地的销售代表 从销售代表做起 四千的底薪 加上回款额的百分之一点五的提成 好 谢谢你 我给你三个 就是轮流的岗位 我给你先做 就是我们的测评课的 这个负责人 然后如果你做得好的话 你可以带十几个二十个 甚至三四十个团队 第二个呢 然后呢我觉得你接下来 可以做校区的运营 再接下来的 我觉得你要做一下大客户销售 好 谢谢你 好 底薪是九千 我给你的岗位讲师 但是你呢确实需要培训的 所以给你的基本工资呢 是一万块钱 然后呢在后面培训上岗的 会有提成 我这边的话 温牛睡眠 我们那个给你提供的 这个岗位是销售的 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岗位 这边的话给你的底薪是八千 然后工作地点是北京 好 谢谢你 马上这页呢给你的是 企业研修项目经理助理 给你的是七千加 但是呢就是工作地点在清早 我觉得这个 你还是可以考虑一下 好 谢谢你 东方英呢我现在给到你的岗位 是我们新媒体运营 保力豪中国市场部的岗位 参与负责新媒体运营 工作地点在北京 谢谢 薪资是一万 我们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从培训专员开始 其实我下面写了个货 其实市场部啊或者是其他部门 你都有机会可以去做 地点在北京 工资是八千加 好 谢谢你 六人游定制旅行给你的岗位 是市场部的策划 薪酬是七千 做旅游策划是一件 让人赏心悦目的事情 来 十三盏灯 剩两盏其他的面也得了 什么样 能不能请教一下 请教谁 现在这两位 请教那个姑娘是吗 为什么 就想请教一下 感觉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 没有 太谦虚了 就是我对易飞印象特别好 然后我觉得其实 哎呀 我这样说可能有点太直接 就有点得罪其他的企业家 但是我觉得你 你应该还挺适合利总的 因为AI首先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然后跟你的教育行业各方面很匹配 其次我觉得你跟利总 在很多个性的特点上非常像 而且就是如果说九型人格的话 我觉得你们可能是很靠近一型的一个人格 我想我想其他的企业里了解 其他企业不是很了解 那你不是很了解 怎么误导他说就去 他了解我就够了呀 哎你觉得我九型人格哪一型 那你还不能让女生说一句感性的话 对 你这个 不是 你这个有误导的嫌疑 对吧 那个完全是误导 你可以自己去选嘛 因为这不是你不要给人家知道 哎呀 他问我 我说我的意见 你们有些话是能够看破不能说破 特别是你对别的企业不是特别了解的行为 我就说我可能会得罪你们 结果你们就真递死我了 能不能有点同理心 要注意风度 刚走你要注意风度 你要注意风度 就是我们没风度 我们只有温度 我觉得选手你主要是选行业 公司不重要 行业是最重要的 其实现在你最关键的要做的是 忘却掉所有人对你的喜欢 有些喜欢你的人未必适合你 嗯 好不好 好的 忘却掉现在留着13盏灯的荣耀去想 我只能留一 最后只能留一个人 所以其他的喜欢只是赞扬 在职场上 此时此刻是多余的 你只能选一个 你就想这一个事就可以了 好不好 灭掉另外的11盏灯 留下两盏是没有 特别喜欢他每次都跑步前进 你是不是特别能跑呀 特别青春 特别遗憾 特别遗憾 OK 好 我可以跟踪一下 做一个当我女婿的候选人 你是在选女婿 你是在选女婿 你这个抢得有点过了 你这个抢得有点过了 大女孩16 我到底创业的 你一辈子都不会理解 我只会跟您请教 对 不是 杨总 人也未必喜欢你这样的上母娘 对吧 这是我预判者好吗 真的 为什么 原因是 他把利罗给灭了 你把他灭了吗 不灭 不灭 你先灭还是不灭 不灭 我跟你说你要选择 这个 把老大娘给你 买了 女婿碰破了 因为这个行业 一会有机会再跟您谢谢 他真的可以当你的女婿 特别青春活力 他到另外一个期间干得好的话 你女儿 啪 怕他给粘过来 不都是你的了吗 来 有请李浩阳贾军 谈琴不善感 来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就想问一下 前期的入职培训是怎样的 大约有几天 然后培训什么内容 东方英给你提供 因为我要让你去做新媒体 你要对教育的内容非常了解 我们至少要给到你24天 一个完整的培训 然后再回到去见习 而这个项目我会亲自带你 我们每个部门基本上是一个月的培训 然后再加上一个月的代教 那么你到每个部门之前 我觉得一定要把前面的一个工作要做好 做到一定的标杆 然后再去进入到下一个部门 好 思考十秒 做出你最后的决定 松鼠AI 东方二音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的是松鼠AI 去吧 带着伟大的梦想走吧 再见 谢谢您